农历七月鬼门开 地府幽魂成群来 门窗紧闭陌生乡 否则有鬼闹家宅 正当鬼月 转个孤身一人走到八雁县城 住在一间小旅馆 给大家讲鬼月禁忌 我自己这个月其实就已经犯了大忌了 因为我是一直沿着松花江走的 鬼月的第一禁忌就是不宜出行 而这一禁忌中 有其机会游走于殷尸之地 你看我前几天还敢在野外扎营 这几天马上就临近七月十四了 所以只敢乖乖地住在旅馆里面 但其实住旅馆本身在鬼月也是禁忌 因为你家里一直藏着你的气 这些气本身对你是一种守护 那宾馆啊旅店啊 每天人来人往 你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 所以他的气是散的 对人而言也就失去了那一层保护 那没办法 两记相权取其轻 但是在其他我能控制的方面 我还是会非常注意的 比方说我知道 阿飘这东西对声音异常敏感 因为声音是一种频率 而且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物质 都可以作为声音的传播媒介 所以对于阿飘而言 声音是极具穿透性的 而阿飘呢 心中有欲望 有执念 但脑中无目标 所以你看上去 他一直在漫无目的地游荡 你这时候弄点动静 叮叮一听 那他可不就顺着声音 聚拢过来了 那什么声音对他更有吸引力呢 风铃 所以有谁门窗 窗头挂风铃呢 赶紧摘下来 口哨 可别吹啊 尤其天黑之后 桥头水边路口小巷 其实敲碗 当当当当当 这声音也特别特别的着 但是好在我们小时候 一直被大人纠正 所以只要不是刻意 大概率没有人会这么干 再有呢 就是已故歌手的歌曲 这个月就不要听了 用耳机也不要 自己哼唱也不要 虽然说 这些歌都是他生前录制的 但是离世之后 他内心的不甘之气 还是会对自己 弥散在世间的声音 有所影响 还有一个隐藏的很深的 一个物件啊 大家知道那种 黑色长方形上的 那种唱佛机吗 就是有点像 小收音机的那种啊 这个月可别弄 因为它会让过路的 阿飘对此产生亲近之心 人家一直想找佛祖帮忙 自己超度呢 您这一放乌泱泱一大群 围了一小盒 你受得了吗 再接下来就是环境 或者说场所吧 当然晚上能不出去 还是尽量不要出去瞎浪啊 但是有事必须出去的时候 那末班的地铁公交车 你敢坐吗 午夜长的电影 你敢看吗 通宵的喜遇 网吧 KTV 你敢去吗 松花江边露营 你敢睡吗 我是不敢啊 所以类似这种地方 这个月尽量都少去 你看那个时间的分布啊 它一定是像一个枣核形状的 越头越尾都还好 越是临近越中 越要注意 比如农历七月十四 十五 十六 这几天 那差不多从下午五六点钟 你就要开始很注意了 别捡钱 别晾衣服 别随地大小便 别拍人家肩膀 别用闪光灯拍照 别喊人家大名 有人喊你的名字 不答应 也不理 这七月十五 不是中元节吗 所以十四号晚上 会有很多人烧纸 那烧过的纸灰 别踩 别跨 最后啊 万万不可撤震 农历七月 祝大家平安五世